NBA竞与的军备竞赛还没有结束 火箭在7月26日前下德国金星中锋哈尔腾诗泰金 而勇士挖了火箭墙角 与火箭下纪连赛队德班王丹牛尔豪斯签约 火箭下纪连赛队虽然没能杀进巴乔 但是取得了四生一副的战绩 总体表现还是很不错的 其中也涌现出了一些表现抢眼的球员 哈尔腾诗泰因就是其中表现较好的球员 他是火箭2017年选秀大会 得到的43号秀 他在夏季连赛场却得到10.3分8点0篮板2.3盖帽 火箭给了他一份三年合同 但是火箭无法将所有表现抢眼的夏季连赛队球员都签下 7月25日雄鹿出手和特雷沃杜瓦尔签下双项合同 杜瓦尔是2018年落选秀 来自都克大学 上赛季在NCAA场均得到10.3分5.6 助攻和1.5强段 杜瓦尔被雄鹿牵走 杜瓦尔在MSPN的2017年高中生排行榜上位居第四 他本来是预期能在2018年选秀大会进入首轮 尽管后来选秀预测顺位下降 杜瓦尔仍然预期能进二轮 所以才会在念完大一就参加选秀 只不过 事与认为 杜瓦尔没有被选中 因此成为杜克大学史上第一位念完大一参加选秀却落选球员 杜瓦尔在高中排名前五 杜瓦尔的天赋还没有被完全挖掘出来 火箭将他招进了夏季连赛队 他作为替补空位 场军得到9.2分 1.6助攻 发挥上壳 其中夏季连赛首战 他得到20分三篮板二助攻 三分球二中二 当时的表现比火箭首发空位没二段还出色 如果火箭要牵双向合同球员 杜瓦尔是不错的对象 但是他已经被熊鹿下手抢走 豪斯被勇士牵下 勇士在7月26日和丹妞尔豪斯 签下了一年合同 豪斯是火箭夏季连赛得分王 他抢军得到16.8分5.2 蓝百3.2助攻1.0强断 豪斯是2016年落选秀 曾经效力奇才和太阳 也曾为火箭下属发展联盟的毒蛇队征战 豪斯是有机会竞争火箭 一个正式合同席位的 但是勇士出手将他牵下了 豪斯曾抢在火箭找到家的感觉 勇士一年合同签约豪斯 火箭在处处针对勇士组建制容 勇士当然不可能 无动于衷 即便他们非常强打 如果能抢到火箭心仪的球员 那么就是对火箭的打击 今年夏天 曾经传闻勇士 想要挖阿里扎 看来勇士管理层 都这样的心思不是这一次 不过 阿里扎选择了和太阳 签约一年 一千五百万美元 这加码勇士和火箭都给不起 勇士签下豪斯 等于是球队多了一个固定考察对象 说不定豪斯能带来惊喜 火箭则失去了夏季连赛得分王 不过 就在同一天 火箭总经理莫雷仍然的放眼下赛季的球队 要争取获得常规赛第一 我认为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获得头号纵子 因此我们会在此为之努力 我认为要想击败勇士 可以说NBA史上最强球队 你可能必须要拥有赎场优势 我们真的认为头号种子很重要 莫雷非常认真的表示 火箭的总经理果然正如他自己曾经所言 每天都想着要针对勇士 我看起来的 我的姐姐